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7号从印度转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这是温家宝时隔五年再次访问巴基斯坦 温家宝乘坐的专机抵达伊斯兰堡恰克拉拉空军机场之后 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率领20多位内阁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官员亲自迎接 八方鸣放了21响礼炮 现场奏起了两国国歌 随后温家宝检阅了一仗队 现场又华人华侨拉出了横幅 欢迎温家宝的访问 在为期三天的访问当中 温家宝将与吉拉尼举行双边会谈 并且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 温家宝还将就中巴关系发表主旨演讲 为中巴友谊中心揭牌 出席中巴商务合作峰会等 吉拉尼早前说 温家宝的访问将进一步推动中巴全天候友谊 全方位合作的双边关系发展 2011年是中巴建交60周年 巴基斯坦决定将这一年定为中巴友谊年 到时将有系列的庆祝活动